第三签五百零三级 元晨走到了广场前方 做了个四方意 结果话同说 说冠绝三级 这个真的不敢当 至少在场 就有很多前卫师尊在 都是我的老师 我今天站出来 主要是天节将至 人间法术界要扛起大刃 必须要有一个人 能够站出来扛起责任 我元晨不才 既然身为人神官 那在这样一个 关键的时刻 我就没有理由退缩了 他说到这 冲着白威点了一下头 白威立刻接着说道 我们今天才找大家来 就是想一起见证 这么一个过程 非常时刻 法术工会需要 更强的凝聚力 人神官是整个 法术界的希望 一旦确定下来 那便是法术界 重派之主 他的命令 各派都要执行 所以 大家今天都在 如果有反对意见 那希望当场提出来 我这便解答 也省了将来反复 所以诸位有什么疑问 现在就可以提出来 没有任何疑问 法术工会就该原臣师兄来当家 我们都支持 台下的观众中 不知哪一个带头 喊了一嗓子 很多人都跟着其后 各种造势 接着 有人带头鼓掌 叶小木抬头 一眼扫过去 大概有一半的人在鼓掌 另外一半人不鼓掌的 也不意味着就是反对派 例如天下会登几家阴阳门的大弟子 虽然没鼓掌 但显然也是默认了的 叶小木看在眼里 丝毫也不觉得意外 毕竟原臣筹备了这么久 如果没有一定的把握 也不会有今天这场典礼 王小宝用胳膊撞了叶小木一下说 喂 该你上场了 我 现在吗 不然人家要宣布了 叶小木深吸了口气 刚要站起来 突然前排靠近中间的位置 有个人抢心开口了 开口说道 远臣 你说你是人神官 你有什么证据 是建明 所有人的目光 都立刻汇聚到他身上去了 待着最后的时刻 他终于还是跳了出来 远臣见得发难 丝毫不感到吃惊 便笑着说 乘据 之前不是都说了吗 没必要再重复一遍吧 那都是你一家之言 什么姓名合乎神语 如果只是满足这一点 我可以给你找出积师个来 又算得了什么 远臣说 谁质疑谁举证 我不跟你张论这些 如果你觉得我不可信 九天玄女不可信的话 那你大哥把证据拿出来 若是没证据 光是发来复去这些车轱辘话 那咱们还是为大家节省点时间吧 建明冷笑道 他早就知道凭着这个是没办法在道理上击败元臣的 刚才的那些也只是发难的由头 听见元臣这么说了之后 站了起来说 之前白尾说 人神官毕竟是法师中实力最强的 所以干脆我们也别争论那些没用的了 就按照这条线来搜索怎么样 你我大战一场 我若赢了 我也不当着敌人 只是击败你这些谎言罢了 单挑望 众人华人 大家都知道建明今天一定会做出局地反击 只是没想到 他居然用这么简单粗暴的方式 对元臣发起了挑战 哎呀 这还有结糊的 这下热闹看了 小木 你可先歇一会儿 王小宝剥了一颗开心果 扔进了嘴里 叶小木感慨道 他这也太直接了吧 他那是没办法 苏妍言说 元臣今天特意把大家都招来 就是要在整个法术界的面前 登上最高位 只要现场这些人不反对 那他们之后就不好再改口 毕竟是当初一致都通过的 所以这是建明最后的机会 过了今天 将来就算是想挑战 也没意义 元臣听到建明的挑战 也只是笑了笑 那既然建明师输都这么说了 我也只能应战了 不过就算你输了 也不代表什么 你依然是理事会的成员 理事会 元臣你不要急我 如果我输了 我将就此退出法术公会 反之你也一样 元臣的嘴角浮起了一抹笑意 说道 你这话可真多余 如果我输了 你觉得我还能站在这台上吗 说完 他对建明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那建明也不再说什么 一个剑步就跳出了观众席 单手捏绝 朝着元臣扑了过去 元臣接住 两人缠斗起来 法术界当今的两位最强的大佬 各自阵营的扛把子 在众目睽睽之下 开打了起来 一时间 全肠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宁神望着他们两个人 相似的表情之下 却是藏着各种不一样的期待 建明师说 你可曾想过输掉这场战斗的 最后结果是什么 元臣手持佛陈 在颤抖之中 依然气定神仙地开口说道 一白涂底 一窝斗一样 所以你不觉得 这个决定太蠢了点吗 我是没的选择 况且比这还蠢的事 我其实应该早就动手 无比等到今天 建明摇了摇头 我本以为可以靠的是 别的方式翻盘 结果还真走到了这一步 这句话说完 建明什么都不再说了 转心投入到战斗之中 十几分钟眨眼而过 两个人完成了互相试探 出招也是越来越凶狠 开始轮番进攻对方 出手和过招的节奏 也是越来越快 两个矫健的身影 在广场中间的空地上 兜转追逐 也得亏着广场足够打 让两人在不伤到观众的基础之上 又能够发挥出全部的实力 两人动作之快 再让很多人实力差一点的发誓 已经感觉到眼花缭乱 跟不上节奏了 叶小木睁大了眼睛 注意力完全投入在这场战斗之中 也只能勉强看出他们的每一招动作 怎么样 你能打得过他们吗 王小宝在一旁问道 叶小木毫无犹豫地摇了头 差得很远 纵然自己已经是地先中戒 甚至差不多快到上戒 但是跟场中战斗的这两位大佬 真的不是一个级别的 王小宝嘖嘖谈道 今天是赶上了 好久没看过这么激烈的 发誓之间的战斗了 输了 一直没开口的陈小旭 突然说出这两个字 叶小木三人都愣了一下 问得谁输了 陈小旭说 差距太大 几分钟就见分晓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谢谢您的收听